备受争议的美猪美牛开放进口进入倒数阶段 教育部也拍板国中小营养午餐必须优先使用台湾猪 然而在大学校园内有许多委外餐厅 让校方在食材选用上难以管控 只能要求业者表示清楚肉品产地 让学生自行做选择 很有瘦肉筋的美国猪肉和牛肉 在明年1月1日就要开放进口 尽管教育部已经修订学校卫生法 学校可以要求餐厅使用国产猪肉牛肉 但大学校园内还有许多委外经营的餐厅 最多只能要求业者标示清楚肉品来源 让不少学生及师长对食材的选用感到忧心 其实这个疫情就是大家都蛮重视的 就不管是学生还是就是一般的大众 所以如果餐厅可以标示好的话 我觉得就是不论是学生 就是消费者都可以就是更有 对他们产品比较有信心 餐盘上除了新鲜的青菜 还有炸的酥脆的肉排 福大学餐亦有尽有其中广受学生喜爱的人员 新员自助餐厅 也赶紧贴出使用国产猪告示 甚至原先使用加拿大进口的香肠 煎角馅等猪肉加工品 也一律停止进货 让学生有参考依据也持得安心 可能为了避免后患 我们还通通禁止 只要是加工制品的我们都不用 我们都用生鲜猪肉的 一般如果它的工膳以学生为主 然后以自助餐餐盒 或者是统餐为主的餐厅 它就只能卖国产的肉 猪肉 牛肉 然后但是如果它是美食界的部分 它是可以使用不同的国家的肉 但是它就是要表示 尽管校园餐厅业者一面倒 表示使用国产肉品 但备受争议的莱克多巴胺猪肉 到底对人体会产生什么健康危害 那残留在体内当然 我们最担心的就是说 譬如说残留在这种肝脏肾脏 然后有可能对肝脏肾脏 那个造成不良的影响 那所以那个安全限量的规范 就变得非常重要 美竹争议持续延烧 在配套措施及法案尚未明朗之前 消费者值得全力 全靠业者良心以及信誉做担保 守护健康成为一道艰难的课题 记者蔡新宇 曾雨昕 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执行